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這座在這裡說出館的 理工理宿臺灣頂肺主堂都來臺灣 做行人間來自台南大田小宮 頭前的九條飛龍非常氣派 不過有六位不一樣的角度來看這隻龍 我覺得蠻像在丟籤、丟籤的 惡藍的樣子 有人說蠢蠢是在打辣球、等煙球 還有人說蠢蠢是高吉拉造財茂甸甸 不過以前有網友在說 藏在當前 臺灣頂肺在中華的主堂非常休想 為兩頭手提供的主事 都讓網友做到來比較 彰化的比較虛幻一點 然後這隻的金龍的話 它設計比較真實感 我想應該是他想要表達的是 祖吉祥還是土豬的概念 我剛剛走了一圈 我覺得他連底下的創作也蠻不錯 他連八卦、乾坤都把它放在裡面 其實臺灣頂肺 35年以來 兩位主題已經是第三次 一般民眾對傳統型號 有欺負印象 主題創作者也來向大家說明 也是不一樣 12年前它底下做的是 一圈一圈的小雲朵 但是我們今年因為大航海時代 四百年前台南有開啟了這個大航海時代 所以這一座《龍來台灣》 它其實是在浪裡翻騰的 兩鄉比較之下 我相信民眾們一定可以找出什麼地方不同 不過我要說兩件都是非常精彩 而且獨一無二的作品 向大家當 記者《龍來台灣》 無法將現台灣定會抵臺南的營養 也向世界穿搭臺南四百億上 臺南新聞 綜合報告